溥仪为什么会被赶出紫禁城 其实当时把溥仪赶出皇宫 对于溥仪本人来说 还真算不上一件坏事 因为在民间要清算清朝宗室的呼声 就已经很高了 当时北方革命党就提出过说 清朝宗室得罪了全国人民实在太严重了 应该把他们仔仔细细的收拾一顿 这种想法和当年大清清算 前朝朱家人的想法 其实已经快要差不多了 甚至还直接的当着段祺瑞的面说 法国革命杀了路易十六 英国革命杀了查理一世 俄国革命杀了尼古拉二世 咱们要是不学这点 那就是革命不设定 所以说溥仪被赶出皇宫 还真算是赶上了好时候 他要是再待在紫禁城里面 可能他想走都走不了了 那就有人会问了 你民国当年不是说好要优待人家吗 怎么就突然反悔了呢 那是因为溥仪没签出紫禁城这件事 本来就是一个烂账 当时签订清世优待条例的时候 确实有说过说清帝退位之后 就要签出皇宫 但是什么时候签出去 这里面就没有提到过 再加上袁世凯和清朝的遗老们 关系都不错 他想维护住自己在北方的地位 一时之间也没有打算和爱情觉罗家翻脸 你们想住就先住着 后来说好了 是要在1913年搬到一和园去 可是因为龙玉皇太后去世 这件事就先搁置了 等到了1924年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一个是当时的政府没钱了 付不起说好的优待费用 弄得当时清朝的宗室就有点不开心 可他们的这个不开心 就把一堆原本看他们不顺眼的革命党人给气坏了 本来就有很多人把溥仪能够好好的活在紫禁城 当成了辛亥革命的魏晋之功 你现在还敢使脸色 再加上和清室关系好的那帮人 基本上也都没了 全国的军阀打成了一锅粥 乱糟糟的就没有人搭理他们 偏偏在这几年的时间里 清朝的遗老们把优待条例当中的几个内容 几乎是违反了一遍 优待条例里面就要求了 清朝的宗室除了要搬出皇宫之外 还有另外的五条 分别是清朝的皇室成员必须要拥护共和 宗室不能够违反共和国的法律 不允许使用清朝的年号 清朝当年留下来的各个部门 也不允许向老百姓发出命令 也没有任何权利去处置任何百姓 最后就是清朝的皇室成员 必须使用共和国规定的发型还有服装 辫子头和马挂那是要去掉的 很显然这五条 清室是一条也没有守住 不仅在辛亥之后 依旧是一副王爷的架子 而且还经常拿着过去的那一套去要五和六 甚至在后来还搞了一次张勋复辟 这一通下来 清世一老在1924年的这个时间点上 就已经是人人喊打了 所以冯玉祥把溥宇给轰出去 算不上是违反优待条例 毕竟你早就给搬出去了 再加上当时的时局那么乱 溥宇能够完完整整的跑出去 最后还能够跑到东北投靠鬼子搞分裂 最后还能够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安详离开 对于一个末代皇帝来讲 已经算是开了天恩了 对于一个末代皇帝来讲